所谓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将于20号举行 岛内舆论质疑 这个机制无法延续至美国下一任政府 对此台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回应则说 会更稳固 对此您怎么看 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投票 投完票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的Joe Biden的选举人票 已经到290张了 早就已经过了270票的门槛 民主党的Joe Biden 有绝大部分的几率 会在概率会在1月20号 成为美国新任的总统 换句话说 要不是碰到的是特朗普 正常情况之下的 美国的政治人物领导人 当选举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早就已经开始进行交接 可是台湾和美国 竟然在这个时候 有疫情的时候 选举刚结束的时候 竟然还在召开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繁荣伙伴对话 他显示 他显示蔡英文 或者现在的特朗普政府 似乎在台美关系上赶路 想要赶在1月20号之前 不管1月20号 包括司法的诉讼的结果如何 就是希望把台美关系 推到某一种不可复 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回回头的地步 这似乎是他们在在做的事情 所以当外界 外界在在质疑说 那现在呢 现在美国政府不是要改朝换代了吗 那未来呢 如果Jill Biden上来了之后 每个人都知道 蔡英文政府呢 长时间压保在共和党身上 没有把民主党放在眼里 所以普遍会有一种的气氛 跟预期 包括民进党在内 都很担心的Jill Biden 那新的民主党政府上来了之后 台美关系会会倒退 甚至于呢 回过头来 有可能呢 会或会对有一些 对台湾呢 采取一些负面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为什么还要急着 去跟特朗普政府 进行这种的接触 我要告诉大家就说 它不是一种正常的形态 就今天的民进党的政府 去和一个已经准备 要下台的特朗普政府 去谈了台美之间的 双边的经贸问题的时候 那你把拜登放哪里 你把民主党放哪里 民进党政府呢 从呢片面开放了 美国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 你就知道 蔡英文政府呢 几乎请全力 在把自己的未来 押注在特朗普的身上 把台湾的未来 请全力的 希望在呢 特朗普的任期之内 把台美关系呢 推到一个呢 一个一个新的新的境界 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都无所谓 一旦1月20号 民主党 一旦上来了之后 我认为对于今天呢 台美之间所谈的一切 他一定有意见 即使不是全盘推翻 但是绝对会跟现在 台美之间 蔡英文和特朗普政府 所谈的任何的内容 都会有相当程度的修正 这一切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地道